时隔20年后,外星人又再次卷土重来 而这却是人类第一次感受到被巨物支配的恐惧 那是一艘直径超过5000公里的宇宙母舰 当飞船一路火花带闪电地穿过地球的大气层 强大的引力瞬间将所有的大楼彻底撕裂 一时间倒国沉没 所有巴嘎都如同饺子一样飞到了空中 大壮一行人虽然借助地球的引力成功逃脱 但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人被卷入空中而无能为力 伴随着外星母舰展开它巨大的起落架 烧红的地角就如同魔鬼的手掌一般抓向海上的游轮 只见飞船所到之处,一切都瞬间化为灰烬 最后当尘埃落定 庞大的飞船几乎覆盖了整个大西洋 而美国的西海岸则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 老总统健壮立马赶到51区基地 谁知他趁所有人不注意 竟擅自将自己锁进了一名外星人的牢房中 结果当众人反应过来 就发现总统早已被外星人牢牢控制 这时大壮突然意识到 老总统是想通过和外星人的交流 从而掌握外星母舰入侵地球的真正目的 却不料当外星人看到一个简单的原型符号后 竟瞬间变得暴躁起来 眼看老总统就要当场隐恨 武装部队急忙开枪射击 这场景似乎似曾相识 但这一次外星人竟意外抢到了一把手枪 双方瞬间陷入了火兵状态 危机关头,老黑果断抽出双刀 随后一个瞬移来到外星人的身后 紧接着便双管旗下当场送外星人领了盒饭 老总统的命虽然又一次保了下来 但众人很快就震惊地发现 外星母舰竟然朝大西洋底 发出了一股直径约一公里的等一子光束 只见光束就如同一个巨型的钻孔机 不断朝着地底的核心挖去 大壮意识到一旦地核被破坏 那整个地球的磁场就会瞬间消失 到时大气蒸发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将彻底灭亡 但有过二十年前打败外星母舰的经验 大壮猜想只要消灭掉外星人的风后 就等于摧毁了整支外星舰队 于是一直由全世界最优秀飞行员 组成的作战小队立刻出发 他们每一架战机上都装载着四枚核弹 只要有人靠近风后便会立马将它击毙 然而在经过惨烈的空战后 最后仅剩下几架战机成功进入了母舰内部 眼看他们距离胜利近在咫尺 却不料这时老总统却突然惊醒 女儿二岁急忙前去通报 但还是为时已晚 只见外星母舰突然发出一股强大的电磁脉冲 一瞬间所有战机都集体熄火 与此同时 外星人利用先进的技术迅速冻结了所有核弹 生死存亡之际 小黑决定立刻手动引爆核弹 打算和外星人一起同归于尽 却不料下一秒意外发生了 核弹的威力静硬生生被外星人控制在了数百米的范围内 而且另一边 外星人通过卫星也很快找到了现任总统的藏身之地 紧接着他们攻入基地 瞬间便消灭了在场的所有官员 难道人类这次真的要灭亡了吗 谁知就在这时 博士及时破解了从月球上带回的黑色陨石 没想到这其中竟蕴藏了可以打败外星人的关键技术